曾經有那麼一群年輕人 他們在人類最大的戰爭當中成長 也無選擇 出獄長戰 獲得方姿 直距魚之腦地 會有機會回去 一定是那位年輕人 飛得這樣低 好猛 好險 他每次飛行 教練飛行的時候 經過我們家他會低飛 已經二十分鐘就到 趕快進去 我看見 西洪的太陽高 中國空軍的操縦技術 意外に優秀にして 侮辱方機も終わり 我那二十幾年加成都打掃 然後摩擦這個本來 我都看得慎重 不走 我在天上拼命 我卻躲進防空洞 我覺得這是我倆生命上最大的疾風 假如我要是為我犧牲 那是盡了我的天職 不要因為我而犧牲一切 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 永遠記者 遇上了我這麼一個人 我很羨慕你在天空 覺得離上帝比較近 因為在藍天白雲間 沒有所謂 但是好多女孩子 不懂空間的危險 不曉得它是是回事的 回不來了就不要回來了 回得來就回來了 就是這樣 我沒有適合時代的預言 來愛到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這冷酷簡單的壯力 是時代的失誤 這沉默的光露 是你 別說是誰誤了你 是時代無法容量 將來他們會去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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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